我是宜佩 落实永续 由你我做起 POP有够近 生活有新意 今天是3月24号 礼拜天早上9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跟年轻人有关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 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的眼中 你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当然也有些人觉得说 年轻人就是 现在好像很难有 很多的定性啊 常常换工作啊 或是常常抱怨老板啊 或是只要一言不合 就会上网PO东西啊 然后觉得这些人 实在是太难照顾 在职场上 不过其实我认真觉得 现在年轻人的勇于 发表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这对于社会的 活络度是一件好的事情 像以前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都会被教导 或是要求说 不要有太多意见 对不对 然后长官或者是老师 都会觉得说 你意见真的太多了 可不可以不要提出 那么多意见 不要问为什么 去做就对了 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 以前的社会氛围 跟以前的教导方式 现在不太适合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 管道非常的多啊 然后呢 你可以询问的人 查询到的资料很多 前阵子我就是 因为我晚上 想要换一个保养的程序 我就在想说 我想要列一个表格 可是你知道 我又打开我的记事本 然后现在哪有人 还在那边 那么那么徒手 徒法链刚写什么 三月十三号 三月十四号 三月十五号 然后晚上什么什么什么 应该没有人这样写吧 我就心想说 那不然我就叫 我的CHAT GPT 帮我写就好了啊 我就给他下正确的指令 而且跟我说 现在CHAT GPT 跟我聊天的 那个男子 的那个声音 是迷人的 我就觉得 天哪 这就是我 他们是不是有身家调查我啊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那种声音耶 而且他跟我讲话 还是会有顿点跟思考 说嗯 还会这样子哦 嗯 关于你这个问题 呃 我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有 以下几种解决方式 那我提供给你 出来参考之后 你可以从里面 选一个你比较喜欢 诶 是我老公在跟我聊天 是不是 完全爱上耶 爱翻耶 那你说年轻人 有这么多的资源 可以去训练 那我那天就 跟他说 我想要列一个表格 我晚上想要改变 一个保养程序 那我想要知道清楚的记录 让他用那个表格 让我标出来说 我的皮肤的状况怎么样 他就帮我列了一个表格 你说现在年轻人 有这么多资讯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跟他讲说 你不要问那么多 你做就对了 这种土法炼钢 跟这种天涯式教育 已经不适合 现在的年轻人了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这个年轻人 其实在 有富比式亚洲 杰出青年榜的提名 其实每一年都有 现在年轻人 有很多很优秀的 好 当然啦 就是 有好当然有坏啊 那我们就往好的地方看 那我们也希望 未来的年轻人 都可以朝好的地方去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 富比式亚洲 杰出青年榜 其实推荐 自2016年 就已经推出了 已经这么久了 我们好像 都对于这个 什么杰出青年榜 还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 结束青年榜的 报名资格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榜 对我来说 好像有点遥远 对不对 其实是 富比式杂志 每一年发布的 一个榜单哦 从2016年开始 每一年都有发布 为什么要有这个榜单 是希望能够 突出展示 亚洲地区 杰出青年的领袖 跟创新者的平台 然后为了要表扬 在各个领域成就 或是很有潜力 或是对社会 产生积极影响的 杰出领袖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就是在亚洲的各地 然后有找到杰出领袖 或者是真的可以 很leader 可以带领大家 或是非常有想法的 这种杰出青年 应该是要让大家知道 可是你知道 要报名 跟这个榜单 其实它制度 超级严格的 它的严格制度 必须要筛选出 在十个 不同类别的领域当中 脱颖而出的 三十位人物 意思就是说 十个不一样的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什么 有金融风险 投资是一个领域 然后消费者科技 企业科技 工业制造能源 媒体跟营销 跟广告 这是第五个 然后第六个是 零售商务 医疗科学 社会影响 艺术跟娱乐 跟娱乐与运动 在这十个领域当中 每一个领域 都会选出 三十位 杰出青年 在亚洲各地 所以意思是 每一年会有三百位 青年会获得这个提名 那如果你是真的 符合这个资格 然后你想要去报名参加 那你知道 申请条件是什么 你看 我跟这个什么 什么榜单 完全丝毫 持不上关系 第一个年龄 就被淘汰 好不好 申请条件是 在亚洲各领域 具卓越成就潜力 三十岁以下的 年轻领社 好吗 那有没有办法 选出以后 什么杰出中年 可以吗 我可以去报名参加 好 每一个领域 是各三十个人 共计三百个人 然后你去报名 是不用费用 你就去报名就对了 好不好 那为什么你该 申请提名呢 很棒耶 你可以让全世界的人 让全球认识你 你可以得到全球认证 跟曝光的机会 而且你可以变成 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二个 你这个榜单 你就有机会 可以跟世界各地 其他国家的 杰出青年 企业家跟投资者 建立关键的关系 你成为了杰出青年之后 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很厉害的投资者 或是很厉害的企业 他可能就网罗到 你这个很好的人才 网罗到他公司去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入选这个榜单 有机会展示你的事业 跟工作 对社会的影响 你也有帮助于 建立社会的影响力 你在社会当中 如果你是30岁以下 在社会就拥有一个影响力 多厉害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光荣 一个至高无上的殊荣 然后呢 申请参加这个榜单的 报名过程 其实是一个成长机会 让你知道 你自己足跟不足在哪里 因此呢 这个与会会要求 包括你的成就 创新跟影响 比如说我今天设计了一个东西 我不是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东西 如果拿去跟世界评比 会是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或是你的能力到哪里 你跟别人相比 我是很厉害 还是还好而已 所以你会帮助自己 更了解自身的价值跟目标 好 我们先随便来讲一个 台湾好不好 台湾有拿到这个青年的 这件事情 我刚看到 我就觉得 很合理啊 可是问题是 我看到我觉得很合理 这个市场也是需要 但我可以这样讲出来 别人已经先做了 所以他可以 在我们之前 先看到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 有Airbnb 对不对 现在国外很顺行Airbnb 在台湾呢 其实有一个人 叫宠物版的Airbnb 毛小爱 共同创办人陈思璇 其实他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看到 台湾毛小孩数量 早就已经超越孩童 我们都不生 但是毛小孩 很多 所以呢 一旦面临出差 或想出国玩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把我们家的猫 放去那种什么宠物旅馆 但是呢 以前就遭遇到 很多的困扰 宠物旅馆大爆满 不搜啊 之类等等 所以他创立了 这个宠物的毛小孩平台 主攻的是台湾跟日本的市场 他的照顾超好的 道府照顾 好吗 还道府洗澡 道府美容 还帮你陪伴散步 等等多种服务 然后严格把关保姆的人选 还提供保险给你 被形容是宠物版的Airbnb 这个真的很厉害 是台湾有一个获得 这个最佳杰出青年 这个叫做什么 杰出青年榜 被关注到的 这个很不错耶 我今天也是讲了这个 我才知道有这项服务 好不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讲到 提到新北市青年局 在对于青年这一块 其实新北市青年局 他们管辖范围 非常的广 好不好 我就算没有办法 好啦 我已经不是他们照顾的那个对象 只要翻耶 好 新北市青年局的定义 有到40岁 都是他们照顾 以及辅导的范围 有很多很好康的 可以利用的哦 请大家这一集 一定要锁定起来 先进个广告 马上回来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养记 就一起 在一起 POP有够近 生活有心意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今天是我们 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其实最近在跟身边的朋友聊天 才发现 现在年轻人好像 对于社会 尤其对于环保 对于海平面上升 对于今年 到底是不是暖冬 到底有没有雪可以滑 对于环境相关的议题 特别的在乎 我自己想起来 觉得有点汗烟 因为在我 人生当中 也许是高中 或是大学的阶段 其实有听到说 啊 海平面会上升啊 马尔地夫 可能到什么几年之后 你可能就 没有这个国家 然后没有这个岛 我都会觉得 关我什么事 马尔地夫离我好遥远 但是 现在的年轻人 非常的不一样 为什么我今天 要起这个头呢 因为呢 每一次在我们 生活有心意 跟到这位局长 年轻的局长聊天 觉得 相谈甚欢 而且他的想法 思维都非常的新 因为他待的是青年局 今天我们很开心 又再次邀请到 新北市青年局的局长 邱赵梅局长 要跟大家聊聊 跟青年有关的议题 局长早安 宜沛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我是新北市青年局局长 好 局长我刚刚在讲的那段说 为什么你在旁边笑得出来 我觉得我跟宜沛 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个情况 因为实际上 我自己是1985年出生的嘛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讲到什么 迁徙年啊 然后有一些这个环保啊 我说实在话 对于这个1980几年出生的人来讲 大家听到环保是有一点点无感的 尤其是比方说 其实像这个世代的人 跟我们以上的人 其实都会很常嘲笑说 你去买那个就是环保块啊 环保餐具 怎么大家是在缴智商税什么的 大家其实是没有觉得 这个议题有这么的重要 可是实际上呢 现在的日历世代 也就是1990后 到大概2012年 中间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关心任何的社会议题 这里面包含了环保 包含了社会公平 性别平等 贫穷等等这些议题呢 其实是比任何一个世代的人数 都要来得多 这跟我们为过去的想象 好像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我的就是长辈 或是老人家都说 现在年轻人都没在关心嘛 都没有在关心这世界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们想错了耶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当初呢 就是我先前做过一些 就是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工作 那个时候就发现说 Z世代对于社会议题 是特别的关心 这件事情啊 不只是发生在台湾 其实是全世界都有 那至少70%的人 对于任何的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 环境的这个议题 就有表示忧虑 那至少30%的人 有积极的做出真正的行动 那小智捐款 大智他们会去联络明代 参加集会 甚至是贡献自己的时间 出来做志工服务等等 那这个比例呢 到这个X世代跟Y世代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少的 可能只有20%左右 但是到了Z世代 其实这个比例拉高到30% 所以可以说 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 大家可能 我觉得我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长辈还是会觉得说 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 窝在家里打电动啊 看投音啊干嘛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观察 也是有部分的年轻人是这样 也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更多人愿意投入 在改变这个世界 让世界更好的这个行动上面 了解 所以青年局 其实上次也跟局长聊到 其实你们的管辖范围 年纪非常的广泛 对 我们其实18到40岁 都算是青年 没错没错 对 所以这一次 其实你们好像有跟联合国 做了一个 或者是率领了台湾的 新北的青年团 到了国外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我们在过去 去年4月的时候啊 就在新加坡 就是认识了一些这个朋友 那当中呢 其实当初有一位是从台湾 也是新北市 过去新加坡的创业家 他做的就是ESG 那其实接受了 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扶植 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后来他就成为 这个联合国的顾问 那所以呢 他在这个组织 协助联合国组织一些会议的时候 当中就有完全一项 就是符合我们 新北市青年局的这个目标 也就是联合国每年会开的 这个Human Rights Council 就是人权理事会 当中的Social Forum 社会论坛下面有一块是专门是 青年人这个世代如何使用科技 来解决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 那其实刚刚讲到 刚刚讲到说 年轻人关心社会议题 想要改变世界这件事情啊 其实这也谈到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其实像 1990年出生的人 你看 或者是之后出生的人 他们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 手机网络的时代 没错 对 所以在这个世代 他们是可以非常习惯于自由表达的 也就是说他有任何的意见 他第一时间就可以PO上网 第一时间就可以让他的朋友知道 所以对于这个世代来讲 他们非常习惯于 可以自由自在的表达 任何他们的想法 那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如果遇到什么状况 不能够表达 或是不公不义 不能够声张的话 反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又称呼这个世代为P世代 就是Purpose 也就是他们想要知道 他们工作的意义跟目的 目的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 现在很多的雇主会批评说 现在世代很难教 年轻人不愿意工作 做一做就离职干嘛的 就是不够忠诚 然后就是好像不够有耐心 对 没错 这就是很多的这个评论 但实际上我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世代差异 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 确实你比较没有办法 用以前那种军事化的管理 就是你叫他干嘛 他就应该要干嘛 你比较需要跟他解释说 你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最好你可以说服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你可以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对 所以啊 其实在新北市就有相当多的 这样子所谓社会创新的创业者 那我们在新北市有 上次有谈到新北市青年局辖下 自己就八个青年创业的基地 其中有一个在三重的菜市场的四楼 它就是所谓的三重社会创新基地 现在如果大家Google map就可以搜寻到 那这里面的固定都是去扶植一些社会创新 也就是说 什么叫社会创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社会企业 对 他其实就是呢 这个企业 他的创业 他在开创这个企业的时候呢 他的赚钱就不是唯一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在赚钱的同时 可以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所以这当中我等一下会谈到的一些 这个我要介绍的团队 就是我们这个三重社会创新基地 出来的创业团队 所以他一边 他这个有趣的事情是 他也不是像传统的 所谓的NPO 他只是做善事 就是募款做善事 不是 他们必须要一边解决社会问题 一边想办法养活自己 对 他要一边用这个方法可以赚到钱 并且他的这个出发点 是要改善一些社会上面的现状 这个我觉得听众朋友就会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 那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没有办法举一两个例子 好 我比方说 我们待会会讲到 一个心服犬 它叫做心理辅导的犬 这个我有兴趣 因为之前我在节目上 就有看过 就是有流浪狗 然后被培养成心服犬 因为现在譬如说 独居老人很多 然后或是有自闭症的 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者 其实蛮多的 没错 像这一个 他们就是 这个创办人 他是一对爱狗人士 所以他们就观察到 第一个是台湾的流浪犬 真的很多 超多的 对 好像有15万只这么多 那其实它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来讲 流浪犬实际上犬肢跟人类 这两种物种是 长久以来 大概十几万年来 是一起演化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 我们跟狗中间的 这个情感特别的好 我们跟狗的 这个契合度特别好 所以呢 他们就发现 就是说 如果我们来一边 解决这个流浪犬问题 我们提供它收容的地方 并且提供它 专业的训练跟教育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犬肢 变成可以来服务 人类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孤独 比方说像这个ADHD 也就是过动症的 儿童的陪伴 还有自闭症儿童的陪伴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就可以来缓解 这个社会福利的 这个资源上面的紧绷 同时呢 它也可以把这些狗 就是变成 它们是有工作的狗 是工作权这样子 对 所以它就是同时 所以这个工作 其实很辛苦 它一边要找适当的狗 然后一边呢 也要找它的客户 就是愿意信赖 爱它们的这一套服务 重点是你还要去训练狗狗 对 变成能够服务的狗狗 对 所以幸福犬这个团队 它就是心理辅导的犬姿 这三个字 幸福犬这个团队 它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提供一套 标准化专业化的训练 让这个流浪犬 可以重新获得安全感 然后并且呢 可以服务人类 刚刚局长提到 这个青年团体之一 比如说幸福犬这个团体 其实它们有到了 这个联合国 就是去参加联合国的论坛 对 我们广告之后 可以聊一下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这一次 去参加论坛的 有蛮多团体的 广告之后马上会来 好 欢迎再度回到 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新北市青年局的秋兆梅局长 好 局长我们刚刚有聊到了 其实这一次 有率领了很多 新北的青年团体 到日内瓦去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提到 就是其实日内瓦 这个联合国 他们每年会举办 这样子的social forum 其实就在讨论 世界各国 就是邀请世界各国的 可能一些领袖 然后来讨论说 现在大家发生的问题 跟大家解决方法 就是互相交流的意思 那新北市青年局 就是还蛮荣幸的 在我们成立的第二年 就获得这样的机会 你们很年轻耶 对 就是这个局本身也很年轻 他自己也很像一个创业 对 算是蛮少见的 能够拥有这样子的机会 就是可以直接 跟国际的议题 是有直接的连结 所以我们就趁势 就把我们新北的很多 优秀的青年创业团队 同时他们也是在 解决社会问题 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团队 或者是说社会 这个社会企业团队 来带到联合国的舞台上面 所以这次到了日内娃的团队 其实有很多团队啦 就是这次去的五个团队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心浮犬是其中一个团队 是其中一个 没错 好 然后接着下来 我有兴趣的就是 其实网路上 有很多假消息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青年的 身上好像背负着很多原罪 就是譬如说 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个青年 大家都不关心公共议题 或什么啦 这个环保跟你们没关系干嘛 其实是错的 但是青年也会指责长辈 会说都是长辈在那边 发一些农场文啦 然后发一些假消息 然后一直在line 那边散布一些不实的消息 对对对 这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像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你看像这些所谓的Z世代 也就是1990后出生的人 他们其实他们 大概开始有意识的时候 有办法去讨论议题的时候 其实已经进入了非常 网路非常普及的世代 没错 所以他们搜寻讯息啊 然后来这个辨识讯息 媒体试读的能力 实际上有可能 比我们非网路原生的这些世代 要来得更 效率更好 速度更快 那对老人家来讲 比方说以我父母亲 都是六十几岁的人 他们其实很常啊 在line上面 如果他们的朋友 随便丢一串什么广告讯息 还是一些 似是而非的小文章给他们 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看了很高兴 然后就把它广传给所有人 没错 结果竟然是假的 比方说你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得到一百万 或者是怎么样分享 什么东西 哪一个慈善机构 就会捐款给谁谁谁 然后全部都是假消息 那在这世代之间 你就会理解到 他们的 作为他们的儿女 其实我们常收到 这样的假消息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说 这么简单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一看就知道 是假的啊 你怎么会把它当真呢 我这么英明神武的父亲母亲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对没错 所以我们这一次 新北市青年局 带去日内娃 另外一个团队 就叫做Cofax 它是叫做真的假的 它就是一个line的机器人 那它做的事情 带机器人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line账号 它真正运用的方式 后面有一套机制 但是它运用的方式 就是一般人 可以去搜寻 它的这个line的账号 就是at小老鼠 然后cofacts 就是cofacts 这个东西它就叫line 就是一个line的账号 所以你今天它运用的方式 就是假设你父母亲 传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文章给你 里面有诺贝尔得奖的这个 得奖者说了什么 很有哲理的话 你看起来就觉得很可疑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长按分享 然后就把这一则讯息 直接分享给 分享到那个cofacts里面 对 分享给他 然后他马上就会跳出来说 哦 我们找到网络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已经回报过的讯息 这是有几成项 因为这些讯息 你知道很有意思 这种假消息 通常转手之后 就会被改造 没错 比方说你上一个 那个农场文都会改一些东西 对 没错 比方说上一则可能说 这是傅佩蓉教授讲的 下一则变成说 这是吴一佩讲的 对 然后你的名字 就突然间就变成那个造谣者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传进去 这个cofacts这个机器人 他就会告诉你说 好 我们找到几则农场文 很像你刚刚举报的这个文章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 这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点进去呢 就会有里面是有 背后是有志工在运作的 也都是新北市青年局这边 招募的志工 所以他们在背后是运作说 你进来的每一则假消息 我们负责来查核 那这个查核 可能是透过网路上的报道 或者是说一些 真人的访谈等等 所以志工会去做这些工作 对 所以它是一个 cofacts虽然它看起来 只是一个line的机器人 但是它背后其实是一个 就是有技术 然后也有人力 那这些志工呢 也都是在背后就是 它等于是一些青年参与 公布立体的志工 这个我觉得很酷耶 因为我们都会不知道 譬如说现在网路上的 譬如很多跟资讯有关的一些 或者是说跟银行有关 它其实都是机器人在回你 然后就是会回一些罐头讯息 或是你丢了一个问题之后 它就会跳跳下一个 就是智能服务嘛 那我们都会觉得说 那就是机器人在回 就没想到cofacts后面是 有一群志工 它是志工 然后同时呢 你作为一般人 你也可以去寻寻 你也可以去投诉说 我遇到这个假讯息 你也可以用一个制式的表格 可以回复它说 来 我想要举报一个假消息 然后我为什么知道它是假的 比方说它引用的名字就是我爸 然后它根本没讲过这句话 你也可以这样子 那这个cofacts 就会把它记录进这个资料库里面 那当有人来把这种似是而非的文章 投进来cofacts的时候 它就是透过语意跟文字 去很快的比较 比对它资料库里面的所有东西 所以回复你的依然是机器人 可是背后查核的是人力 很酷耶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查核完了之后 说那是假消息 我们记得要复制 然后再给我们的父母亲 这样说这只脚下水不要乱传 对 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做到一个 就是世代之间比较良善的沟通 因为我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正在解决的问题是 当你作为就是为人子女啊 如果你很直接的就说 没错 你说拔 你不要在那边传一些假消息啊 妈你不要在那边一直乱传一些 其实你们就可能会吵起来 会吵架 对也没有无助于沟通 我们就看到很厉害的文章 所以传给你看啊 这样有错吗 你妈就会说我就是想分享给你 我也是关心你 为你好啊这样 所以其实是无助沟通好不好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一个中介的话 这样也很好 那这个Cofax其实他当初他创立的时候呢 这个团队他创立的时候 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愿景 实际上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假消息啊 算是比较无伤大雅的 假设今天谁讲过什么话 谁没讲过什么话 这不太不痛不痒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是诈骗 我更要说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诈骗 譬如说他会寄email 然后就是会恐吓你说 你违反了FB的什么什么什么原则 然后所以你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 我大概一个月可以收到 大概四到五封 有FB有IG 然后也有就说 你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使用原则 超多 我每次都很紧张 我想说如果我的FB突然 粉丝团被关掉 我会崩溃 对对对 因为其实那也是大家 尤其现在很多人在这个FB跟IG上面 把它当成生意来使用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 你这个长久经营的东西被断掉的话 其实是很困扰的 是 对那另外更这是这是一个 财务的损失是一个 那另外更严重的是 某些假消息可能造成很严重的族群对立 对 比方说 如果今天你收到的假消息是 同性恋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会传染某些疾病 或者是说哪一些族群的人很脏 或者是说他们拥有身上就拥有 某些疾病的代言不要靠近等等 这其实是在造成族群的对立 那这种假消息它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更深远 而且更难修复 这不是只有族群的对立我前日才看到一个新闻我现在也很想要问局长是会造成鱼群的对立 就说之前你有没有看到网路上一直在传说某一种什么鱼 然后就说那个鱼根本就不是 哦我知道多利鱼 对对对对 那个什么铁板烧用的鱼 对就说那个鱼其实很 吃了之后对身体很糟糕 然后可能会什么癌症什么什么 我看到大概有三个人传同一个文章 然后有不同的形式给我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鱼怎么了 我们不是只会造成人群对立 我们只要有鱼群对立 对 他这个更有趣的是其实你去看哦 为什么有人要去做这样子 先讲这个消息 可是事实上那个消息你找不到源头 你会不知道第一个在散布这个消息的人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专家 没错 对到底他讲的话是不是真实的 对 然后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文章写得非常耸动 耸动本身就有传播力 耸动到我都看完了 对因为情绪本身就是有传播力的 所以你只要一个人讲话很激动啊 或者是他很伤心啊 其实像这样子的文章 他本身就有很好的传播力 对 就会变成你人的脑子其实没有办法辨别 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渲染之下 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所以这种假消息特别危险 而且假消息通常会在里面 在塞一些感觉好像真实故事在里面 你就说谁谁谁某人就吃了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一阵子之后 然后就去洗剩 然后你要一辈子洗剩吗 那听起来很渲染 对 他就会让你觉得很恐怖 那并且呢 这背后 其实你真的我们也查不到 真的是其实现在来讲 不太可能查得到 到底源头是谁 对 比方说他是不是卖这个鱼的商家的竞争对手 对对对 他是不是害人家生意做不下去 是 对 所以实际上有很多的可能的厉害关系在背后 然后是我们根本 没有办法从源头去解决 我待会一定要把这个新闻 然后就是复制到 转传到atcofax上面来查证一下 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line 对对来拿出line 然后好不好 大家现在赶快加入好不好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小老鼠 加一个at 然后c-o-f-a-c-t-s 没错没错 就是cofax 所以你有看到网络上有类似出现 类似感觉好像假消息 你就不要想 就直接把它转到cofax 对你可以整个复制贴上 然后直接贴给这个机器人也可以 那他就会去查核 那当然也有可能 比方说有一些他不在他的资料库里面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资料库目前没有像这样子的文章 那你有没有想要举报 或者你有没有消息来源 那他就会请你先不要相信 因为看起来有可能 有可疑的资讯 那这一次到联合国的 这个应该很强吧 就是分享的时候 对他其实我们带去的每一组团队都很强 都很厉害 其实他们都已经是强中强者 因为这几组团队实际上不只是 他们已经运作超过两年以上 而且可能都已经服务超过千个个案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 它是很值得我们带去联合国分享 因为对我来讲 受到联合国邀请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也是想要 带很厉害的团队去 对对对 让大家都能够就是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一段太收获满满大 我们要进广告之前 请大家LINE加起来好不好 at C-O-F-A-C-T-S 这个叫做真的假的 然后Cofax 所以网路上看到的所有的 你觉得疑似是假消息的 你没有办法查证的 就请贴到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里面 他会帮你查证 好 进个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新北市青年局的邱兆梅局长 好 局长 我们刚刚讲到了 讲了两个 一个是跟狗狗的 然后一个是跟解决假消息有关 我们再来讲一个 好 我们这一次带去的 还有一家叫做图灵链 它其实啊 这一个新创啊 这个创业者非常非常年轻 他在台湾创业界是相当有名的 他做的事情呢 是把所谓的证书 传统证书变成区块链化 叫做上链 好 我知道 传统证书我们懂 但是区块链化 这几个字 就是每个字都听得懂 但是中了才听不太懂 我只好看到 宜佩的眉头就整个大皱起来 整个问号问号问号 来好 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呢 我们首先呢 他可以做的几件事情 是解决 就是目前在发证的 这个传统的人力的浪费 以及证书 其实就是你印出来 就是一张纸嘛 没错 你知道比方说 我今天拿了一张纸给你看 说实在话 宜佩你也分不出来 这到底是 你知道是政治大学硬的 还是哈佛大学硬的 没错 人并没有办法去分辨一张纸 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但是呢 如果他今天这个图灵证书 他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可能有听过 区块链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不可篡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发证单位 假设我们今天是台湾大学 就来跟图灵链来 图灵证书来合作的话 他今天发出去的毕业证书 或是他发出去的 志工的证书 这些东西是无法篡改的 所以呢 他会形成的 就是很简单 他就会变成一个QR Code 那今天我接收方 他要验证说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拥有 这个证书的时候 你只要拿出 你的任何一只手机 有可以扫QR Code的功能 你一扫 然后他就会出现 图灵链的这个网页 然后他就会进行 这个开始进行 Verify 也就是验证的动作 然后去联络发证机关 去确认是否有这个证书 那等到你的手机的讯息 回传回来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是真的有这张证书 发证单位是谁谁谁 然后他得到的证书的 证明的资格是什么 对 那他其实呢 这个东西听起来 很单纯 但是他解决的是 一个信任的问题 信任的问题可大可小 小的是这种证书 但是大的实际上 是我们的纸钞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钞票 你也是一张纸啊 但是他背后是因为 有我们信任的这个政府机关 是我们的这个财政部 你去发了这样子的纸钞 才会有效力 那所以呢 今天他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一样的 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学 志工机构 然后学术机构 然后政府机构等等 你们如果能够跟越多的机构 能够来把这个 他的证书来进入五指化 然后线上化 并且上链的话呢 未来就有可能可以 一方面是解决这个发证单位 他每天就是要自己印这些证书 就需要可能 我记得他做过一个统计 好像一年光是印毕业证书吧 就需要整整两个人力 光是证书这件事情 套印 然后印刷 然后所有人的名字 这个密码 核对这件事情 就需要这么多人力 可是你的这个证书呢 在数位世界是没有办法通用的 那他描绘的是一个未来的世界 如果这些东西都五指化 你很多东西 很多的资料都已经线上化的时候 这个证书也会跟着你的数位身份一起 变成线上化 并且是不可以篡改的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耶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世界 你这样讲 我就觉得我比看纸本好太多了 我就突然懂了 因为我们以前拿毕业证书 或是拿什么 譬如说你要去证明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 然后你要缴交什么时候 你可能要到你的原始的学校 去找到那个毕业证书 然后并且copy 其实你要篡改跟copy 其实很容易 对 而且其实收到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验证 所以你知道现在很重要的是说 大家还会打电话去问问 看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 是不是有这个人存在 对对对 然后你的这个发证的单位 到底知不知道你发了这张证 因为篡改实在是太容易了 了解 好 今天跟局长真的聊不完耶 我们五个团体 我们现在才讲了三个团体 势必 我们今天青年局到日内瓦 总共五个团体 我们要把它讲完 我们就分下集来讲 谢谢局长 谢谢 谢谢宜佩 好 除了青年的议题 要请大家来持续关注之外 其实有一个议题 也是跟那息息相关 而且你跟我 都不能不了解的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但是我试问你啦 你对海熟悉吗 我自己讲到这个 我都汗言 我是出生于基隆和平岛 我就是在一个渔村 出生长大 我从小的玩乐场所 我没有去什么游乐园玩 我都是直接在海边玩 然后就坐在那个岩石上 海边的岩石上 海域就是我的玩乐场 可是你问我说 我对海到底熟吗 我还真不熟 我抢先看了这个作品 我才发现 我很汗言 我有什么资格说 自己是什么渔村长大的女孩 好不好 这个节目叫做 沉睡的水下巨人 在今天晚上 九点的时候 会在公视频道正式播出 我们待会儿呢 因为今天是早上嘛 现在是早上 我们邀请制作人 李景白白叔 来跟大家讲讲 而且这里面的主持人 有很帅的 Sunny王阳明 大家要看一下 今天晚上的节目 待会儿继续锁定 十点钟的POP有过境 POP Radio 与新北市政府 一起行动 让生活有新意 落实永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